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幸来到西区的一个优质高端楼盘 叫Raphael 这一次其实跟我们传统看的那些楼盘有点不一样 它确实是有质量是非常好的 它的地理位置在Point Great 对 说起Point Great 其实我们这近10年来 它这里都是一个基本以独立屋别墅为主体的一个居住环境 已经有10年没有过这种公寓的项目了 所以非常的难得 除了它这么优缺的一个地理位置以外 它也身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学区 周边是几所排名前一前二的这些顶级的中学的私校 另外它离这个UBC 离这个Casnano的海滩也很近 可以说它是拥有着良好的地理环境 和不能替代的人文气氛的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楼盘的具体的一个地理位置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盘未来的位置就在这里 其实它就是面对的一个西十街 西十街加Alma这个地理位置 那么其实它是很靠近这个很好的美好的沙滩 我们有Spanish Bank跟Kitsilano 那当然在这边生活的大家朋友的话呢 都知道这边周边是很多很好的美食的餐馆 然后呢 去当趟当然也非常方便 去UBC的话更加就方便了 大概开车大概八分钟左右就到了 那所以呢 这边这个地理位置确实是很不错的 行的 我们现在下部来看看这个具体的楼盘吧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楼盘的沙滩的位置了 我们先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吧 那大家也知道了 这一次这个项目就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它也是比较艺术性的一个名字 当然我们也看到它其实沙滩 它表面的确实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一个设计 那么这一次呢 其实我一来看这个沙滩第一次 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它上面的这个大阳台 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需要这个阳台 这一次的大露台也可以说是 这一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这个Payhouse这一层啊 最上面这层呢一共是7户 那这7户的单位呢 都拥有自己的一套私人的这个这个ROOPTOGARDEN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户呢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楼梯 就能上到自己这一户的入户的一个花园了 那大家可能会问 那如果是大厦的其他的住户 他们也能享受这个屋顶的环境吗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往这边走一走吧 那么从这个电梯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同样是有一个入口去到这个屋顶的花园的 当然它的那个范围呢是受限制 是有中间的一块 其他的住户也有一个共用的一个花园 对 没错 那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后面 我们就来看看后面这个楼盘的环境吧 那我们看到南向这一块呢 其实在一楼呢就只有这三户 其实这三户呢就是一房的单位 也是这个大厦里头唯一的三套一房的单位 这个一房它自己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大的院子呢 面积也不小 其实这三套一房的话 它的面积已经是从841尺到这个967尺了 如果是投资的话我会考虑一房 没错 其实价格也不贵 其实价格是107万起的 但附送的这个露台呢也超过了400尺 那Michelle我想问一下 其实最吸引我这一次呢 就是这个Penhouse 1了 Penhouse 1我看了这个 我很大的问题想问你 我看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上面有一个自然花园 那么这一套这个沙盘上面 还有一个平台 到底什么什么意思呢 你的眼光很毒辣 我经常说 对因为这一套单位呢 我认为就是这个大厦的楼王 它的户外的面积就是分有两成 加起来的面积已经去到了2700多尺 那室内面积大概多少呢 室内的面积呢 这个三房的单位呢 是有1700尺的 那等于是这个平台 其实加起来比室内面积还要大很多 对对 售价的时候按持价 是按总面积还是按室内面积呢 所以你应该很高兴 它是按照你的室内面积 来计算这个价格的 这一套单位呢 的价格是369万9 那也说它附送的是2700尺的室外的空间 另外呢 它重样 它是一个边角的户型 而后面呢 是面对一个南向的单位 所以它拥有的更好的采光 那这很适合家庭市 比如说有只有宠物 对 有小孩 就平常可以就夏天时候出来晒太阳 对 都很方便的 对 其实300多万我们说在Poing Gray 就是买一个好一点的House 都挺有难度的 但是你在这里呢 就已经拥有的无敌的一个环境了 所以是相当不错 可以考虑的一个户型选择 那当然了 楼王就只有一套了 但是其实这个大厦里头有不少的相当不错的户型可以选择的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一共有35个单位 那么每一层都有它们不同的户型 大家可以自己来仔细的研究一下 好了我们进入这个示范单位以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颜色的选择吧 那就分为一个浅色系和一个深色系 那等会儿呢 我们进去这个示范单位的时候 他们今天这次选的这个色调是light 就是浅色调 那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卫生间的台面 是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自然石 是啊这样子我们就来进去具体了解吧 好了现在我们就进到了这个示范单位了 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是 这个示范单位呢是展示它的材料 那不是它的一个真正的户型图的展示 那我们现在先来到的是厨房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微波炉和它的烤箱呢 都同样使用了这个Wolf的顶尖牌子 这个Wolf牌子呢其实上用比较多 而且这边的point grade 这么很多的豪宅独立屋都是用上这个牌子的 对对对我们刚说了除了这里的电器 然后再包括这个四个炉头的这个燃气炉 也是用了这个Wolf这个牌子的 我觉得欣赏是它它用大理石的位置都很充足 比如说这个台面 但是我们这个backsplash 从下面到上面都已经填满了 这一次特别的很少见的就是这个抽烟机上面 它也包好就很好的设计 对挺不错的 我们转过来也可以看到 哎这个是冰箱的位置 那冰箱用了什么牌子呢 冰箱是非常好的牌子 好紧啊 Sub Zero 哦用了是Sub Zero的牌子 那下面有大量的这个冰柜的位置 哎呀我每次拉Sub Zero都是觉得很吃力 因为它那个密封条很紧 嗯 那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呢 整个厨房里头除了这些countertop 然后再到这个island呢 全部都用了天然的食材 就是用了大理石 所以感觉上很高档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island里头 还设有一个藏着一个小酒柜 那喜欢喝红酒的人就很方便了 那我们把这个厨房大概看了一下 哦发现这边还能够做一个早餐桌呢 对这个位置足够做三个人 那如果有小朋友或者就是来多几个朋友的话 喝一杯也是很不错的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厨房就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再进去看看卫生间吧 好 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来到卫生间来看一下吧 这次的卫生间其实真是相当的让人眼前一亮啊 首先呢 映入台面的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超大的双人的洗手盘 这个洗手池呢 这材料非常的特别啊 是用了天然石头的花钢盐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那个天然石头 那除了这个材料好以外呢 它还另外做了特别的打磨的处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花钢盐本身的这种质感以外呢 它还增加了它的光泽感 套间的卫生间的设计呢 也做了完全的干湿分离 可以看到也有一个独立的sour 就是这个领域的空间 自然还有一个大的泡泡浴 这个浴缸的位置 所以它的空间设计也非常的合理 好了又到我们这个最重要时刻了 这一次我们也很非常感谢Landa开发商 让我们来做这个视频介绍 那么这个项目呢 我们再重温一下它的重点 它的地理位置呢 地址是在3668西十阶 是Alma加十阶这个地理位置 是非常靠近UBC Downtown 市中心 和两个很好的沙滩 一个Spanish Bank 一个是Kesilano的沙滩 另外呢就是 当然一提就是这个是水泥的开发项目 所以呢一般来说呢 矮层公寓呢是一个木结构的 这个是水泥结构 非常好 还有一提就是这个 这个成交日期应该大概是2024年的春天 每个房是包含一个车位 还有一个bike locker的 对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单位呢 它的管理费呢就是大概是五毛六 一尺左右的 那就会包含了这个冷暖的空调 包含了热水和这个大厦的一个管理 那大厦里头呢也包含了一个小的健身室和一个入口的一个launch 它launch其实做的还蛮有特色的 因为它加入了很多艺术的元素 会在这入口可能就会摆放很多的艺术的作品 画画 那么其实这个盘呢这一次呢 我觉得价位来说呢其实非常吸引的 没事麻烦你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起价来说呢 一房的单位就是从107万9千9起 两房的单位呢就从136万9千9起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painhouse最大的那个单位呢 就是369万9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的半位呢 是大概在1500块钱一尺到1600块钱一尺 那真的很不错啊 在西区这么高端的一个项目 可以有这种持价 而且是水泥结构的 对 那它的付款方式呢 它就会分两期 那么就是统共呢是20% 在写这个合约的时候呢 就会交3万5千块钱的成益金 那么在7天以内考虑清楚以后呢 就把这个初始的成益金提升到10% 那之后的3到6个月以后呢 就会有第二次的10% 所以就一共20%了 那如果是海外的买家来说呢 他们就会有另外的5% 海外的买家就会总共的25%的首付 好了那么再次多谢大家 陪我们来欣赏这一次这个项目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便留言 那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点赞 转发和订阅 对 这是谢谢大家的观看咯 谢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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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